教室的桌椅用具需要从亚币船运到嘉雅岛 学习中心开课前 慈激志工忙着打点准备 孩子渴望早日上学 在领取文具时 多数的孩子都是光着脚排着队 志工为每个孩子量身 仔细挑选适合学生尺寸的校服和校协 慈激学习中心坐落在教堂旁 由于空间有限 第一批只能够容纳48位学生 无奈因为我们的科技是有限 位置是有限 希望说如果是跑得顺利的话 我们可以开下午课 这个是我们期待的 再可以容纳多四十多位孩子 penting是学习 因为我们的父母没有学习 所以我们要给学习 我希望是高 我希望是在学习 到学习的学习 如果可以 我希望是在学习 就能够学习 慈激学习中心的开课日 亚币市长和慈激雪龙分会执行长 也都到场见证 我的计划在将来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小小的学校 把它做多一点 在这个岛这边 把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一点 把他们的爱心对这个环境 教育开始了以后 我相信这个地区 整个环境也会改善 那很感恩当地慈激人的爱心 跟市政府的支持 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希望逐步可以帮助 这个地区的居民 可以改善他们整体的环境 跟生活的品质 孩子终于上学 第一次写字是志工握志手 一笔一画的教导 一步步朝梦想前进 这一间小小的教室 是孩子梦想的起点 大海新闻珍珊美之工 谢念祥 吴永慧 马来西亚报导